在了左边这栋楼 那么是空下来之后是选择先往回撤 头上头顶是有死的 我真连续玩了两人 坏了坏了 楼顶没空 因为我看散包四张好像是全部落在一楼的位置 那把楼顶高点视野全部放空之后 对于Danava来说 这个点空完就会比不太好 物资的这个储备量是有限的 对吧 你不一定有这个很好的物资储备 那么在枪线上面的话 枪位也是比别人要少两个 这个就很难受 起码在这波柔点当中 我看到明明跟周平应该是都没有头盔的 在这种功楼当中 但凡飘到两枪头 刚说完 所有一颗手雷明明是直接被炸倒了 对 还没收东西 收东西优势就很大 是 在外围 Merry 特意 这样的话 Danava初期 零换四 在第一把当中是将牛海皮的分数收入囊 你一次打不出来 就一次次丧失你的信心 就打得越来越垮 好的 我们看到这一错啊 这是西桥头 UST跟17 这队伍在桥头附下了一波 看不了 已经要绕到了右侧 那整体现在17被锁定在了玻璃房当中 刚才本来17还有一把枪放在外面 都是空的 没错 就那个Y字形马路那一片的房区全是空的 西野这一片全空 算是个比较大的弱色 而且那个集装箱包括山上的那个小庙都是空的 非常 在出手 同时机场脑上左边西野的这片房区还是没有人敢去 全是空的 没错 加上整个马路这一侧 空了东边 EBL的载具情况也不是很热关了 是的 那么进入到防空中内部 他们其实整体的 其实三双的先是也是把握的比较全面 人打带补了一个 人打带补了一个 是的 手在侧翼时帮忙补箱把天的分手也给拿下 被他去的那个路是有点危险 而另一侧机场到这个跑道当中间几根机表一波车战 车上的一批的马路是放下来两人 两个队同时打了马路 马路就没了 是的 但是四倍啊 巨幅现在目前依旧是满边 嗯 那是 实际上素九一人 全合完是四圈 四圈的蓝圈伤害 对于天派来说不是件好的事情 你在这个圈行合完之前 快速解决战斗 没有问题 打补枪 主要四圈 你再想去打补枪 前点能倒了 这时候圈行当中那个空也是源于 现在这个空位堵了一个啊 咋了 我 我 没子弹了 他肯定没子弹了吧 啊没了打完了已经 他最后在下枪 被蓝圈收掉了 是的 这个30秒能不能赶紧把三兄弟救起来 时间上好像是有点勉强啊 刚好过来 那个坑直接往里扎了就 不过这一场天派没有进来 反而是让FTY它整个的北部的压力小了很多 而且压力点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机场内部的一些情况 哦 然后以这个飞机跑到南部的公路上这一侧去沿着微墙去打 对 这个微墙慢慢往左边拉 这个Talala固点就很难受了 但是这个拉位置也是在这个圈面 现在FM要选择怎么进圈了 而另一说林苏的最后的一分也是被Pyro给找到 Pyro是他是四人一车来到了这个山头吃到南部去信息 也撞车了 天路要找机会去扎点 但是由于这一侧的话就会比较多 KDF这一侧的一个扫车将人扫了下来 刚到一个集双三的位置 另外在FM也要从这个南部绕一个大城进行 但是南部这一侧三头人很多呀 和V7抢一波地盘 是的 哦 小海这边也倒了 几个小路一个了 这一波冲锋 我觉得想法 是好的 但是V7这波接的 没有着架之后啊 感觉 是的 因为从位置上来看 FM是要率先制打篮圈伤害的 所以说他不得不带这个时间节点 在篮卖之间跟V7 all-in一波 嗯 嗯 那的话机场内部的队伍会互相去内耗 天路目前还没有拿到淘汰分数 这个跟FTI交手前面还要到天路正防线 嗯 不太好 这个往前推进 我慢慢的 它还是延伸 高阳 这么一个跳射啊 连续放到两人 Double Q 哎 最后一个人位置也已经明确了 都在这个墙角 这位置 小童彻翼补枪 天路这波收获了三个淘汰 但自己的位置也已经比较尴尬了 刚才这波出枪是把自己的信息完全暴露 FY卡着掩体可以慢慢和天路做博弈 是这个先踩圈 两个人 沃利比亚跟罗斯克是顶在外面去协防天路 嗯 因为旺仔是把栓 就算打起来的话 这边支援一发栓 就这次弹也还是挺有伤害的 不过对于听众来说 他这个大的过点 其实比较难以去 过 我里比亚卡得非常的死 这一侧经典 杰基对上的打拿法 连打逮捕 暴露哥没了 其实也是 天井是一点一点的 是往西部去切 但的话GBL 要推进杰基 杰基这边站的车阵 连续的手雷轰炸 让杰基没有办法招架正面 GBL是一直拿着杰基的信息在打 然后坚持这波有点缓不过来 基本上直接冲到近点 这个藏颜 估敏还在寻找对方 一路线四 两个朋友就在脸上 我看到了 反应还是快呀 这个血量是没有一路线四来的招 对我反杀 我感觉杰鲁和现在心有点乱 刚才这个打固定把没打掉 没错 最后两分是给到了巨幅 然后Pedal的小组全在看监技当时 是的是的 这个全FY如果要考虑一下自己进去 教员最后还是没要了 应该是进不去 这个右拳合得叫选太重 选择了一个逆向思维 很经典 这个发生在这个赛区的队伍是可以理解的 小组好准 这出枪的效率 砰砰两枪就是头 还可以呀 手雷的储备量也还不错 原点 远处我里边的一个出手枪 灰灰放倒 但这个点位拉到 特意是可以救援的 灰灰好像是 是想要拉出去拿分啊 但是这个跑位 给了身为人的整个运行当中来看 其实Pedal跟FY的位置会稍微更好一点 而且 加福进来人了 GX趁乱也是直接推到了飞机才能这一代 离巨幅的位置也越来越近 而另外Pedal也是不断的在出手 尽量去削减 GX这一侧的一个势力 那北边就是Pedal跟FY同时在削减南部的一些编制 对 小阳的位置GBL也是知道的 GBL有可能就从小的那个方式推了 看下边去 但是好像特意Pedal在北边找到机会 想要主动的去清理FY 因为FY在这个几个油罐和围墙的位置 对于Pedal 那马云龙能不能架得住了 哟 位置被判断出来了 这个有点是像这个来回的攻守互换 本来是Pedal是防守防 结果打倒之后想要去进攻 被FY反制一波 在现在思路要好很多 本来是有一个自己可以玩的这种思路 这个对FY来说是很重要 是的 马云龙是一个人去顶住GX 把FY先放倒一人 嗯 马云龙怎么出枪 小左一颗雷和马云龙的火力 是覆盖的FY 是的 在车上是炸到两人之后 马云龙回头配合上小左 拿下FY的分数 这波防守战士的 Pedal的分数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 我只能说488都不过如此吧 我推是V12 V12的引擎 这个追分的效率有点看不懂了 最多的是Pedal和GX 但是GX就是正在一个人 还在蓝牌之间去防守GBL 也就是说圈内只有眼里一个人在盯手Pedal 好在Pedal是知道眼里这个问题 过来选择直接 冲到近点就在脸前 这一波的位置 非常快速的 直接要眼里冲 二打一打一先补人 进坑之后有眼底了 是的这样可以控梅花庄了 是的是的 现在Pedal的眼底是所有队伍当中最好 对于GX和GBL来说都没有办法处理 这个火烧了 我直接扔到脚下烧了 直接把人带走 啊大衣 小鸟里的帮手 哎呦但是 呃别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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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他没有换位置 GBL没有换位置 我觉得可摇 可摇到梅花庄 漂亮 我稍微有点有点急 我老马老马之后调整住了 最后调整住了 最后这种一位 因为当时梅花庄还没有刷新 还是